巴黎奥运的环保措施除了不装冷气之外 他们新建的场馆也是采用回收的塑胶座椅 这一次巴黎奥运是有新建场馆 像是这个水上运动中心 他们不只是用太阳能板来供电 另外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座椅 他们是用100吨的废弃塑胶来制成 11000个观众席的座位 再来还有一个环保措施是大获好评 而且有人还说这是法式浪漫 因为每一个奥运的奖牌 它的正面都相有了这个六角形的铁片 这个可是取自法国知名景点 艾菲尔铁塔淘汰的铁剑 他们是完整放在秘密的仓库里面好一阵子 现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才拿出来使用 巴黎奥运的创意总监就表示 这个奖牌是包含了奥运还有法国的元素 集结了浪漫 永续 历史 还有荣耀于一身 就希望可以让运动员把法国的一部分给带回家 2024法国巴黎奥运跟帕奥奖牌日前揭晓 今年的奖牌由知名珠宝商修美设计 巴黎铸壁厂铸造 金银铜牌散发着光芒 正面中间镶嵌了一块六角形铁片 背面则有希腊圣令女神尼基和雅典魏城 及艾菲尔铁塔的图案 炮好奖牌背面则是艾菲尔铁塔下方的景观 并有2024巴黎的点字 借此向发明点字的法国人布莱尔致敬 巴黎奥运创意总监何布尔还透露 奖牌上的六角形铁片是过去翻新艾菲尔铁塔时 剩下的原始铁料 何布尔表示使用这些铁料 打造奖牌的另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运动员在创造历史后 也能把法国的一部分带回家 巴黎奥运看幕式逐渐逼近 周边商品开始热卖 为了避免到巴黎的游客买到仿冒品 法国警方联合业者展开大规模 打击山寨商品的行动 截至目前为止 已查获并销毁了六万三千件 仿冒的服饰鞋子跟名牌包包 还逮捕了实名卖仿冒品的嫌犯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